2到3個月 原本要314的藥費 現在只要5.4 這就是我們拿包裹的地方 我覺得還不錯 昨天打排球的時候 為了去接一顆球 結果跳下來的時候沒有站穩 就翻船了 現在腳超級痛 所以我應該要去校醫院檢查一下 等一下我準備一下就可以出發了 在校醫院檢查一下 即將右轉 到校醫院了 醫生看了一下 他要我去照一個S光片 但我有點迷路 我可憐的腳 拿到S光單了 等等就要進去照S光片 這個是我的掛號蛋 因為是公非醫療學生 所以我們掛號只要2塊錢 給你們看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我剛剛一看以為是販賣機 結果仔細一看 他賣的東西是什麼 體溫劑啊 棉籤 還有什麼護照 一些醫療用品 居然還有這種大便器小便器 可以直接降來 好方便 我們學校裡除了學生外 還有很多老清華的住戶 我覺得這邊校醫院的外觀 都比較減薄一點 所以這大概要 2到3 3個月 沒有提供嗎 沒有 一定要帶護具 一定要帶護具 好 好 43 腳骨下方有離骨塊 邊緣光枕有有離骨片 怎麼看起來好像很嚴重 希望可以趕快好 原本要314的藥費 現在只要5.4 好便宜喔 這是零藥的地方 看起來有三種不一樣的藥 然後每一種有三份 回宿舍前我要再去 拿一下我的包裹 我的包裹好像到了 這就是我們拿包裹的地方 它會放在這些便利箱裡面 你可以自己來取 簡訊上說我的是在這一排裡面的10個 OK 我從校院回來了 然後 真的很便宜 就是剛剛那張單據 後來被它收走了 反正 原本好像一個 就這幾種藥 可能要100多塊人民幣 但是 在學校的扣減免後 它大概只付了1點多塊 還有2點多塊 有點忘記 就拿到了 就是 幾份的這三種藥 然後可能都是吃一些 反組織腫脹啊 或者是什麼 靜脈水腫 希望 被改善 然後我剛剛去拿的包裹 是一個白色的短梯 它是我最近網購的一件衣服 因為我之前的白梯又沾到東西 我每次吃東西 就好像一定會沾到衣服 尤其它是白色的時候 就更容易沾到 奇怪了 這是什麼概念 看一下吧 我覺得還不錯 嘿 就是這樣啊 我覺得 還不錯 就很中規中矩 算是價錢 我記得也不貴 算了 就這樣吧 我之後可能也會 拍一些影片 然後趁我回台灣 然後畢業前 然後再來記錄一下 我在這邊的生活 掰掰